若先帝当真戒施还魂 那血河戒怕是注定胜利 反之则血河必亡 而不管谁胜谁负 七侠血河一战已成定局 并戒大阵下 一个完整的星球戒正在生成 全然的地貌已然展开 而在决定了本戒众生命运的这个战场上 滑稽的一幕有势出现 所有人都在看着那骸骨 骸骨一动不动 全无反应 血河之主摇了头 不不 这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他不敢相信的拼命摇头 一甩手又是一大把精血洒出 落在遗骸上 依旧没有半点反应 见此情形 一个声音突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哎哎 不想病病 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我倒是何等手段可力挽狂澜呢 原来却是耍宝啊 哎我说 谢和老二 看来你的血不怎么样啊 那先帝却是不吃你这一套 嘿 也是 他老人家既已归去 你又何必再来打扰呢 就让他安安静静的长眠于此 岂不更好 正是消别寒 听了这话 众人一起笑了起来 唯有血河之主摇头 他疯狂吼道 不 不 这不可能 绝不可能 又是一把鲸鞋洒出 珍贵的血和鲸鞋 仿佛不要钱般 就这样 一把又一把的洒出 落在那遗骸身上 遗骸却是半点都不吸收 就那么立着 一动不动 其他的血和仙台 也都看傻了 那金角仙忍不住的 血和 你真的确认 这样可以使先帝复生吗 当然 血和之主抱贺起来 当年先帝鲜血 进入我体内时 带来的信息 从存在时 就带来的信息 是先帝的布置 怎么可能假 怎么可能出错 众仙互相看了看 皆为之哑然 唯有唐杰淡淡道 那信息是不是告诉你 在未来的某一天 你遇到危险时 可以启用它 抛洒精血 可以复生它 或者再加上那怪鱼的肉 可以进一步复生 对吗 不过你显然不愿意 所以你只以精血激活 而不愿将那怪鱼献祭 因为你知道 如果先帝真正复活 那也许就没你什么事了 但如果先帝只是轻度复活 也许能受你操控 是这样吗 你怎么会知道 血河看向唐杰 唐杰笑了笑 哼 这倒并不难猜 既然以精血可附生先帝 怪鱼自然也可 你早不附生 非到最后时刻 不用灌鱼 却情愿损失自身精血 显然都是因为你想控制先帝 只不过你没有想过其他的东西吗 其他的东西 什么东西 唐杰问道 既然是先帝给你留下的信息 那先帝有没有告诉你 他当日为何要自尽 既然死了 又为何要用这种手段来让他复生 就为了将来有一日受你驾驭 供你操持吗 他跟你很熟啊 你们关系很好吗 血河愕然 他看向唐杰 茫然回道 我不知道 他没有留意这些啊 唐杰微笑 他当然不会跟你说这个 问题是一万多年来 你就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吗 血河茫然摇头 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 这样啊 唐杰点点头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唐杰认真回道 不是没有考虑 而是他不允许你考虑 他不允许 所有人心中同时倒吸一口朗气 一起看向身前的先帝一孩 那一孩就站在那儿 一动不动 如个死人 但是众人看他的眼神 却充满了敬畏 万界王庭之名 施诈兴罗界无数年 先帝玉成子的名字 更是如此的显赫 令人无法不敬 就算他死了 也没人敢轻忽他的遗体 更何况他死得如此奇怪 如此诡异 从血河展现出的画面来看 玉成子竟然是自杀的 当然了 从刚才的事例分析 这些信息都是玉成子自杀时 通过鲜血 留在血河印象中的 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不管真假 这一切都充满了巨大的阴谋 当年万界王庭到底怎么灭的 玉成子到底死没死 许多人其实都不清楚 甚至于现在的这尊遗骸 到底是不是玉成子的都不好说 这一切本就是个谜团 却又在唐杰的一句话下 被彻底的激发出来 玉成子不允许你考虑 这句话背后蕴含的意义之重大 足以让所有人在思虑过后 生出一身的冷汗 唐杰 你是说 玉成 先帝他老人家 没有真正死 黄无极意道 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他的安排 唐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有些事不是非要活人才能安排 死人也可以 死人也可以 众人不解 燃情花后一道 死人怎么安排呀 唐杰目光停在那一孩上 也不说话 就这么看着他 好一会儿他才说道 简单呢 精通命运之道就可以了 精通命运 中劫发生 对 精通命运 就可洞悉未来 如果知道未来 那有时候就可以做些安排了 唐杰悠悠的说道 青龙大声回道 玉成子不可能看到一万年之后的未来呀 就算涨到命运他都做不到 那如果再长到时间呢 唐杰反问 青龙愕然 唐杰又道 如果不需要看到全部 只需看到一部分呢 如果再肯付出足够巨大的代价呢 青龙的身体哆嗦起来 他颤声问道 多大的代价 比如 万界王亭的覆灭 如何呀 唐杰悠然回道 万界王亭的覆灭 一句话震撼了全场 震呆了所有人 可是 他 他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一刻 血河之主甚至忘记了自己敌对的身份 问唐杰 谁知道呢 唐杰回道 也许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也有可能是某个长达万年的阴谋 更可能是为了某个虚无缥缈的追求 唐杰说着 目光已看向青龙盘龙 那一刻 这两个老家伙似乎同时想到什么 不约而同的打了个寒斩 唐杰一道 但不管是哪种可能 都不会是为了给你做下衣 受你御使 血河彻底绝望了 话说到这份上 已没有再继续谈下去的必要 该打的依旧要打 该灭的也依旧要灭 战事再起 只是这一次 再没什么可让血河之主翻盘了 或许是心中绝望的缘故 也可能只是巧合 云天兰也与此事突破了租兰 他没能杀死那两条怪鱼 却以无上法力 将两条怪鱼远远送走 让他们短时间内 再无法骚扰自己 丹后强迫大阵而来 云天兰的回归 断绝了血河界诸仙的最后希望 由于妖魔人不两立的缘故 妖魔五大仙 固然是一个不留 火天尊与广原子这两个人类叛徒 自然也不会再留 任他二人如何哀求 七侠诸仙已是铁了心肠 最终无一人逃脱 血河之主是最后一个死亡的 临死前他疯狂大叫 雨长子 你骗我 你骗我呀 隐喻间他仿佛听到了一声叹息 一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在他眼前闪过 一个声音疏忽飘来 时间 未知啊 你 血河之主难难地吐出最后两个字 陨落 这一天成为血河界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天 血河界八大仙人全部陨落 无一幸存 随着八仙的消逝 血河界也正是作为历史名词 消逝不见 而随着并界大仙的进行 在这而起的只有一个完整的七侠界 血河此后 内尊一孩便不在动态 任别人如何对待都无反应 云天兰亲自出手 将其带回喜悦小柱 日日观摩 希望能有所领悟 两条怪鱼消失不见 谁也未能发现其踪迹 斩神界则被许光华带去 做了天涯海阁的镇派宝物 到此一步 修界战争终于落下帷幕 只剩下最后的吞并阶段 只是偶尔在参神殿中 堂杰端坐在殿内 眉头依旧绳索 心中的忧虑没有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而解开 反而愈加浓重 望着那满电灯火 他喃喃自语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在沉寂呢 到底差了什么呢 那一步的关键在哪呢 沿阳界 人类对冥界的反击依然在进行着 堂杰本尊带着两界修者四处出击 猎杀鬼物 破坏法阵 阻止鬼物的侵袭 此举有效的阻止鬼族的进攻 自七侠援军到来之日 冥界侵袭的速度明显放慢 更救出了大量的百姓 大量的战斗 也让堂杰的实力快速提升 没有瓶颈的他 近乎是飞一般的提升着自己 只要有资源 就能让自己上升 这种速度简直可怕 要不是堂杰为了避免惊世骇俗 有意识的稍稍控制了一下 恐怕他已经突破到画环了 尽管如此 从心魔初期进入中期 可是可怕的速度 还是让群修侧目 已经有不少人 在打探唐杰修炼的功法了 可惜 现在的唐杰早已不是孤家寡人 七侠界的援兵以他为首 对他动手等于自觉后路 炎阳界重修 也只能在心里想想 今天 唐杰还在大日宗的飞燕风修炼 这是大日宗 专门为唐杰准备的一处山峰 地下有一道地脉火拳 用来修炼火系功法 可获巨大助力 唐杰的逆火爵吸纳天下火种 这地脉火拳的力量 却也是可以用一用 虽然相对平凡了一些 但是架不住量多呀 所以这段时间 每日里吸纳大量火源 已经成了唐杰的必修之客 此刻正吐纳火拳之际 一名小童从外面匆匆进来 对着唐杰拜倒 掌教有请唐公子 听到是袁天仲请自己 唐杰便收了法术 向那螺旋高塔飞去 进入高塔十三层 唐杰看到一大群修者 正聚拢在一起 见到唐杰过来 袁天仲亲热的招手道 唐兄弟这边过来 唐杰过来静自问道 可是又找到新的 纪念阵点了 袁天仲笑道 唐兄弟果然是明白人的 请看 长袖一挥 场中已献出一片朦胧景象 那是漆黑的鬼物之影 在大厅中展开 哪怕只是影像 也依然显露出 那浓重的阴森诡诀之气 鬼物渐渐散开 呈现出的是下方一座巨大的城池 这城池雄浑高大 通体由黑钢岩组成 墙高 城厚 每一块城砖上 还都刻有秘密的阵纹 形成了一座大阵 只是如今阵纹破损 城墙倒塌 再不复往日辉弘 在城中更是有一座皇宫 巍峨高大 富丽堂皇 这里居住的本应是达官贵人 皇室宗亲 却如今人取楼空 曾经的天皇贵宙也不在了 唯有森森鬼气 弥漫宫墙 林林恶鬼 往来精进 这里便是阎阳界人类最大的国都 天都城 如今天都已变成风都 人界已化作鬼界 从这里居高林下的望去 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无数鬼物 正在城中行走 对裂森严 行动有序 他们似乎在做什么 唐杰一眼看出不对 已经说到 袁天忠佩服道 唐兄弟慧眼 这些鬼物乍一看 只是来走来走去 但仔细看就会发现 他们似乎是在遵循某种规律行进 行进之间 颇具法度条理 不是往常那些无知鬼物可比 另外 我们还发现这座城中 聚集了大量的人类 人类 为什么城里看不见 都在地下 表面看不到 但可以肯定 那下面至少藏了百万民众 什么 百万之众 唐杰吓了一条 怎么会这么多 袁天忠深深叹了口气 唉 冥界之习过于突然 退走不及 各地皆有大量失陷民众 虽然这段时间 我们已是尽力营救 但总有许多不及救出的 不过这次 能汇聚百万 想来鬼族 也是把他们所有能搜集到的人类 都聚到这了 可能确定 唐杰问道 袁天忠没有直接回答 为了得到这影像和消息 我们已经失去了三名画魂了 用三名画魂换来的消息 就连唐杰都不敢 也不愿再去质疑 他认真地看下画面 看着那些行径中的鬼物 好一会儿才到 他们 再不震呢 什么震 袁天忠对此并不奇怪 事实上 在此之前 他们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才要急请唐杰到来 可惜 唐杰却摇了头 我也无法看出啊 只知道 这是一种基于明界特有条件下 才能建立的阵法 它到底是怎么布的 有什么作用 我是一无所知 听到这话 众人同时叹息 连唐杰都看不出来的阵法 那他们也没办法了 但是下一刻 唐杰已到 虽然看不出来 却还是能猜到一些相关的东西 哦 众人一起看向唐杰 红鸾仙子兴急已到 那你快说啊 唐杰回道 各大鬼王纪恋法阵 是为了得到钩断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是竞争 正常情况下 是绝无可能把自己的俘虏交给别人的 可是现在 所有人类都被集合在一起 藏进此城地下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众人恶然 互相看了看 袁天仲已是第一个反应过来 就见他眼中光芒一闪道 能够让各大鬼王放弃竞争 交出人类 难道说 明皇 常西然已到 天都城中 有明皇坐镇 被唐杰这么一说 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应当就是那个明皇昭罗吧 正是他一手导致这场九幽盛会 却终于按捺不住要亲自出场了吗 伍修前已哼道 哼 明皇靠的素来是数量 区区一个明皇 还吓不倒我们 唐杰点头 伍猎手所言不差 如果只是一个明皇 我等自然不惧 问题是有明皇在 我担心此次鬼物数量 也会大大增加呀 唐杰到底是在明皇生活过很久的 很清楚明皇的情况 一个明皇等同于子府 对于子府而言 字不算什么 但是一个明皇 所能号召起来的属下 却千万倍于同等对手 明界容纳兴罗千界生命 但有消防接入其中 授皇指令 听其号令 明皇之下可成千万大军 浩浩荡荡 除非是像红皇之类的大界 等贤小界 一皇皆可灭之 正因此 一个明界皇者的能量远超想象 其威能不在自身 而是真正在一个皇字 可号召无数 此次九幽盛会 就是由明皇昭罗而起 有他在 只怕所有大鬼小鬼都会聚拢过来 正因此 其代表的意义 也可想而知 东京可以证换了